你 hey guys welcome back to my channel 这是crypto drew我是andrew 欢迎再次回到我的频道 那今天这里呢 其实是有一个quit update 那毕竟大家如果有在看盘的话呢 知道目前比特币的价格呢 突破了44000美金的这个大关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看 回顾一下这个盘面 那目前打开比特币的图的话呢 那大家会发现说 哎其实比特币呢 逐渐接近哪里 逐渐接近了这个weekly level 只有周线级别的这个主力点位 也就是我们一直在强调的 45300左右这个点位 就是一个非常强的一个主力点啦 ok 那接下来价格来到这个点位 会继续的下跌吗 还是说有可能去突破 那有没有什么迹象式 让我们知道哪一个比较大几率呢 那如果大家想要知道这个答案的话呢 就千万不要忘记 把这部影片看完哦 那在影片开始前 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 就是如果大家有想要在 by b这个合约体验最棒 并且我最推荐的这个交易平台上 去开信账号的话呢 千万不要忘记使用我的这个链接 那只需要点击注册 并且追踪啊去入金 那你就可以领取 这个免费的高额奖金啦 而且这个平台不需要QIC 非常非常的方便 那接下来我们就开启 今天的盘面分析 我们首先还是这样 先来打开比特币的天图 EMS10跟20 那大家可以看到呢 目前价格进行了回踩之后呢 就继续往上涨 继续去开启上涨的这个趋势 也就是说目前呢 这样子来看呢 是偏向于看涨的 在突破了40千左右呢 其实在那个时候 我们就已经开始看涨了 那你会发现呢 从那个地方到现在呢 已经涨了一个接近10个percent 而且呢我在这个回踩的时候 也有提醒大家 就是其实蛮适合去市场的 如果你有看过 之前这部影片的话呢 你就知道 其实我有提醒过大家 那你就可能可以去抓住 这一波机会 那按照天图大方向来看的话呢 目前毋庸置疑 非常的看涨 那按照这个趋势来看的话呢 短期内都还是偏向于看涨的这种趋势 那看涨就顾名思义 就是要找低点去买入 或者是去做多 那目前我们可以打开 4小时图来看一下小时间段 那打开了4小时图呢 大家就会发现说 刚才呢就提醒大家 就是价格呢 其实已经蛮接近 45300左右的这个点位 也就是这个非常强的主力点位 也就是说价格接下来 如果来到这个点位呢 有可能会怎样 有可能呢会无法突破 然后再持续的向下跌多一次 那这个是如果这个主力点位呢 正常发挥 它的主力作用的话呢 就会出现这样的这个现象 但是按照目前这个看涨的趋势来看的话呢 其实不需要太担心 ok 不需要太担心 那如果你是之前有看我的影片 在这里去市场的话呢 你就会发现说 哎到目前为止赚了多少个percent 赚了接近差不多快到10个percent 左右的这个percentage 虽然在这个地方去市场 是进到不多这个长位 但是呢10个percent呢 就算是小长位呢 也是一个不错的一个获利啊 那我也是有看到我影片在这里去市场 并且赚到这个10个percent的盈利的话呢 千万不要忘记帮我点赞 并且分享 而且你也可以在留言区呢 留下做多获利 或者是进场获利呢 都可以 接下来呢 目前其实需要非常去关注 45,200这个点位 因为呢 价格很大 可能呢 会因为这个主力点无法突破呢 而进行一个回调 如果你是短线玩家的话呢 可能可以怎样 可以去做好修 做好防守这个动作 那之前如果我们在自己去进场 你可能可以把你的键拉高一点 如果你是这种比较想要小赚一点点 然后离场 就如果价格无法去突破这个主力点的话呢 反而跌下来的话呢 你可能去保住自己一点点这个利润 然后呢 就出场 好过呢 如果接下来掉下去进行盘整多一次的话呢 你至少 就是你不会像你没有提高你这个键 反而无亏损出场这样 就如果你想要保守一点的话呢 你可能可以去提高你的这个键 把你的键拉高一点 从而呢去保住一点点的这个利润 那如果你是还是一样 就是还是非常的坚决认为这个牛市呢 很大可能还是会继续往上充的话呢 可是你又不想要因为一点点的差距呢 去丢失到你这个这么美的这个价位的话呢 可能还可以把你的键呢 放在你的进场点 那这个呢就大家见仁见智 按照自己的这个SOP呢 去设置 那如果是比较短线的玩家的话呢 你就可能可以在45200左右呢 去进行部分指引 或者是全部指引的这个操作 那这个操作呢 之前我在我的影片里面也是有提醒过大家 那在这里呢再次强调的我意思就是 如果你是短线玩家 想要提早的去落袋为安 去保住一点点的利润的话呢 你可能可以在45200呢 去进行部分指引 那就算接下来价格无法突破45200 继续去走盘整的这个行情的话呢 至少你都还是会保住一点点的这个利润 那如果是中长期的话 当然我们就是放好修 做好防守的部分然后继续长暴 那基本上呢就是这么的简单 那基本上这些就是今天想要 及时更新一下影片 去提醒大家这些这几个关键的这个要素 那当然希望有给予大家一些帮助 那如果喜欢我的频道 并且喜欢这一系列走势分析影片的话呢 千万不要忘记帮我点个订阅点赞 并且分享 还有千万不要忘记打开小铃铛 这样子才不会错过我的 Emergency Update Video 最后祝大家呢 在这个市场里面的交易顺利 我们一起加油 我们在下一部影片见啦 拜拜 那大家如果想要获得这种每一天呢 我都会做盘面分析 第一手时间的盘面分析 或者是说你想要 呃参与我的这个 紧急波动发生的时候呢 我会开的这个会员直播的话呢 你可以点击频道旁边的这个Joy button 点击加入我的钻石段位 那如果你是零基础 想要系统性的认真去 学确定这一个skill的话呢 你可以来加入我们的王者段位 那我们是专注在帮助这些 想要成为profitable trader的 新手们呢 成为一个能够长期稳定获利的一个交易员 而且呢 里面目前已经有超过10一个小时的课程呢 能够让你从A to Z 从完全不会交易呢 到成为一个具备 所有交易你需要知道的知识的一个Trader 能够稳定获利的一个Trader 那有兴趣的大家呢 可以点击影片底下这个discord连结 加入我们的discord 那里面呢也会有详细的加入方式 那里面也有admin 就能够替你去回答你的所有问题 所以大家不要怕进到区能没有方向感 那在社群里面呢 其实也是有很多这些就是新手会员们 他们进来的时候其实是什么都不知道 但是进来学习之后呢 都觉得很容易不复杂 很容易吸收 然后也在很短的时间内呢 获得了很好的成绩 那当然我也是替他们感到很开心啦 而且社群里面呢 也是有很多其他独家优惠 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呢 我们在社群里面见 给大家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